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确实还挺喜欢你的 为你做的这些事 这就是我的命吧 我认了 程雅 直接了当解决问题 一个亿现金 你现在直接拿走 那这不是钱的问题啊 那就是命的事 今天的会议只有一个主题 就是 挖桥 巡师 你一定要相信中央 这次扫黑出口的决心 根据 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 林汉的这个案子背后 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而是存在着一个具有 黑恶势力特征 组织勾奖严密 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 多岛组接到了举报 在本市依和村安抚桥下 买有一具尸体 怀疑是十四年前 事件为制剑医员来自立 到底想要什么 林汉阳带人来独赏闹 这都是被计划好的 他是被人杀害的 那谁杀了他 凶手是谁 凶手被炮的人是谁 高明远还真要给他杀我 有谁不怕死 你不怕吗 这什么 这都是什么 林汉阳 你干吗跟我看 这是什么 这不是我要说的意思 这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说的话 是我说的话 但不是我说的意思 他们黑我 恶意点击了 想过自己的安慰吗 你说了那些话之后 你知道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我无所谓 你冷静一点李盛阳 你先撤走 这绝不合 这里我来接受 你给我先撤走 你懂吗何勇 只要能挖出来 我知道 就算死我也不在乎 腾阳 你给我一点时间 你听我的 跟你俩没关系 你俩赶紧滚 不是一个干部 不是一天可以做到的 老百姓常说 人在做天在看 天是什么 当年高鹤 放出来这些 要是全被翻出来 不管是我 法院监狱局的 我的那帮兄弟 这一个个都得完蛋 这一个完蛋的就是你 这天啊 来看看火 老婆 你还是到我那儿 先喝杯热茶吧 派出所长这个职位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公安系统中 最重要的岗位 因为它直接面对的 就知道老百姓 全国有几万个 像你这样的派出所长 如果都像你一样 你让老百姓去相信谁 你 跟我走一趟 我走不了 你也走不了 你们还是找我的律师团吧 我无可放开 我是应该叫你孙兴呢 还是应该叫你高鹤 对啊 我已经被枪毙了 好 好 前半车辆上了请问路 前排车拦截 李昂别过来 李昂 之前在龙嘴山 发现宣明一体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为什么没来 杀死了 杀死我爸爸的凶手 现在找到了 这是这十几年来 通过我的运作 从地下浅装 回到你开曼和北京账户 所有回款的回款结果 多说一句 这些资料呢 已经上传到垄断了 还设置了自动发送模式 每天必须按时输入密码才能取消 我们把你带走了之后 在你开的那辆车底下 发现了一枚定时炸弹 谁让你开的这辆车 我们是中央器委 国家监委的 请配合我们的调查工作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腰带不交代 我们都已经形成了 完整的证据链 等待你的 将是法律正义的审判 再过几个小时 你就要被执行死刑 这么多年 我们国家对死刑的判决 一直非常坚实 只有罪大恶极 才判死刑 而你孙兴 就是罪大恶极 为何对死刑 その下段 我们听到的是法律正义 或者是决定的 不必分事 我们可以关注 ,是不是 令人 要去判决 他们会趁实 选择 这一期的判决 无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